大家好,繼續回到我們下週的日文必達環節 記得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204-6566,又或者繼續發電郵給我們 我身邊的嘉賓就是我們研究部的分析員 譚志樂先生在旁邊的Ano,你好 阿俊德,你好 事不宜遲,先聽聽電話,文小姐 兩位,你好 你好,文小姐 麻煩你幫忙,我的1053 我看見各位好像下不了 但我又想買,我昨天很冷 回到你的位置,會不會直播旅呢? 麻煩你 好,未有貨到 1053,暫時來講,就去到1.24 昨天急升,今天仍然有得升 升一先,未有貨,還可不可以買它呢? 你說鋼鐵股,其實你看看 其實近期來講,市場都是最主要憧憬 內地,或在第四季,加大這些基建投資的力度 市場對鋼鐵的需求,都會有所上升 見到近期來講,鋼鐵價格的確是見到有個回升 特別講一些基建等等的鋼材價格 那個升勢是更加明顯 你說看重慶鋼鐵,沒錯 自己的公司自己本身做的鋼材 主要都是一些基建項目的鋼材為主 當然見到所謂昨天的升幅,也是比較較其他鋼鐵股為優勝 前景後面,後市前景上面的確看得不算大 但始終在講,昨天由一元左右這些水平升上 累積升幅都差不多接近兩成左右 其實你說的升幅真的非常急 現階段去追,會有個高追的風險 也都見到今天整個形態上 都有少少有個射擊之升的形態在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暫時來說可以觀望多一會 建議如果真的想買,可以後退到一毫至一毫半這些位置才買入 鋼鐵股自己本身都有產能過剩 或者整個行業來講,無利率仍然持續受壓 這些利膽因素所困擾 所以在前景上面,都不會看得太客觀 所以我都建議,可能如果想買的 可以後退一個一至一個一毫半這些位置才買入 後市來講,再上網分一個三這些水平 嗯,好啊,這樣 我想問多次,我就覺得內銀股陰下陰下陰下上 但我又沒有課 我又很心癢,手養,就不知道買不太好 所以我問問有什麼好介紹呢?幾隻內銀股 公行、建行、農行、中行,隨便一隻 嗯,其實不止文小姐心癢,我也心癢 看到內銀股越升越有,尤其是公行1398 最新來講到5.1,未有貨又想買,應該選哪隻 是的,我想你說內銀股,其實你看到近期來講 如果你看到升勢最凌例,一定是工商銀行 始終都是講第一,講公司 公司近期來講,比匯金增持的金額都比較明顯 這方面帶動股價上升 但是你說,如果那麼多隻假一隻 其實你說首選的,我都會選擇工商銀行或者建設銀行 但是始終見到近期來講,工商銀行都升了那麼多 現階段再追,高追風險的機會都會比較大 所以你說那麼多隻假一隻,我都會選擇建設銀行為主 那麼內銀股,自己看回前景,的確是不算太差的 但是你說現階段再去買,始終擔心 其實都升了很多天,現階段再去買,都會有高追的風險 後市,沒錯,我相信會有一個 有機會稍微稍作回調,但整體現階回調幅度 真的未必太大,所以都可以後位急納 那麼你看回股價的技術,走勢來講 我其實見到近期來講,5.9這些都是比較高的水平 所以我都建議後一個股價回落到5.7這些位置才去買 5.7買入,是買入價,將止蝕放到5.6這些水平 後市來講,我覺得可以再進一步,再看回6元這些水平 好,那麼簡健康,Anno 好,多謝文小姐的電話 下一位,劉小姐在這裡,你好 你好,劉小姐 我想問一隻2628,這個中仁壽的 我就23.4買了,現在應該是怎樣 好,那麼過壽方面,昨天就出了一個刑警 看到現價方面,就去到23元,升了兩毫半 差不多都回到家鄉,怎樣保處好呢 我想角壽,其實整個走勢的確是非常之強勁 你説今次發刑警,其實你説第三季的業績 的確是相信會非常之令人失望 第三季出現了虧損,其實是近幾個季度 都未試過發生的事 主要原因都是說A股疲弱 但是見到近期來講,A股有一個很明顯反彈的勢頭 說由低位2000點這些水平反彈到目前為止 也都說累積升幅都差不多接近5-6% 所以你説相信,角壽自己本身在第四季度的投資收益 都會有一個改善的情況 另外要值得留意,就是第三季這麼嚴重的 出現虧損的情況 有可能就是角壽自己本身因為第三季度 做了比較大的撥臂所導致的 但是,如果A股改善的話 意味著在第四季之後,有機會進行回撥 這方面的時候,他們的盈利能力有機會提升 所以角壽我自己的確不算看得太差 當然要留意10月尾的時候 角壽公佈第三季的業績的時候 看清楚為何要虧錢 所以才再作投資部署 但是暫時來說,我覺得每年可以繼續持有 再看技術走勢來說 比較關鍵的支持位是22元 其實一天不跌穿22元這個水平 整個走勢是非常漂亮的 我覺得你說不跌穿22元 後市可以考慮去到24元至24.5元這些水平 才可以考慮沽出獲利 好嗎?劉小姐 好,謝謝你 好,多謝這位家庭公眾的電話 我們下一位,何小姐,你好 你好,兩位 你好 你好 我是15.8元買了315元 是 有沒有機會回到我的位置 還是要到15.6元便要走 好,315元 這就是數碼通電信 現價方面去到15.42元 今天升超過1% 差不多到它的賣入價 15.8元不說差很遠 應該怎樣部署呢? 我想暫時來說,本地電信數碼的電信公司 我自己看的都不是太樂觀的 因為始終見到近期來說 一些本地電信商的競爭是非常激烈 始終公司都開始陸陸陸陸陸陸 有些公司好像數碼通 自己都出了68元的優惠計劃 或者一些有條件例如限速等等的計劃 但始終這些計劃相對來說 都會影響Abu的償性能力 而且智行手機的電話 沒有了香港越來越多人用 但這些利好因素我相信從2010年 iPhone4開始推出的時候 都反映到7788元 後製來說我自己看的 的確不算太樂觀 但其實整個情況都看到 整個走勢上不算太差 因為始終整個智行手機的需求 仍然非常強激 所以我相信對股價來說 都有一個支持 所以我覺得做好風險管理 再繼續向上網 所以再看股價的技術走勢來說 我建議嚴守指示位15元這些水平 一天不跌穿15元的我覺得 仍然可以繼續持有 短線的阻力暫時在15.8元這些水平 即是說你的買入價 所以我覺得後製來說 暫時可以繼續持有 去到15.8元這些水平 才開始考慮顧出 好嗎?還有其他問題? 我想問多謝 我可以嗎? 請問 三八八港交所 哪位 哪位 三八八港交所 未有貨 昨天見到成交金額方面 去到700億 都很久沒見過了 今天來說 來到這一刻 都有335億 如果沒有貨的話 港交所有 想想得過呢? 港交所 目前來說 我覺得都是一個買入的良機 因為第一 你看到昨天的成交金額 明顯增加 其實到目前一刻為止 你看到今天半天成交 接近300億左右 其實成交金額都算是 近期來說 有一個明顯改善的跡象 你說看回始終 講到港交所 我想怎樣都要提回 整個港匯走勢的問題 你看到其實近這一年來 港匯持續持續都是一些低位的 意味著其實一些資金 一直以來都沒有流出本港 意味著其實只要大市氣氛良好 其實目前一刻為止 你看到外圍是非良好 只要A股同時同一步 進一步做好的話 我相信整體仍然 入市氣氛 態度等等都會改變 向好成交金自然有機會 持續向上升 所以你說這方面 港交所暫時 我覺得都可以一搏 看回技術走勢來說 建議如果你想買入的話 可以後退120元這些位置買入 將資資格設定低位 115元 後事來說我覺得可以上網 130元這些水平 好 謝謝 先聽聽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蔡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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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想問331 是 我六毫八買了 我想問一下紙幣和紙幣是哪個位 OK 好 春天白貨和現在一樣 都是去到六毫八指的 今天都升得不錯 升至接近半成 應該怎樣部署 我想始終內地的百貨股 面對著一些都是比較大的問題 第一就是他們本身的租金收入 第一很難再繼續升上去 始終在說內地方面 在百貨行業來講始終內地地方多 整個行業的競爭是非常激烈 第二始終整個零售業務 都有個放緩的跡象 始終我相信他們在來 整個業績上面都很難有個明顯的改善 後事來說我都建議可以後退一些高位 近期來講始終見到新的經濟數據也反映到 零售數據是有個改善的跡象 但我相信你說很難回復一個比較強勁的改善 所以後事來說我建議 設置止洩位在六個半這些水平 如果不跌穿六個半 我都建議可以後退到七個半這些水平 先行就只賺離場 好啊 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啊 不可以 好啊 多謝先 我們下一位 李小姐你好 Hello 我想問那個3339的老公 我想問一下可以上網多少 OK 你有沒有貨 請問這個 我有啊 我過四買的 過四 好啊 好啊 現在賺錢了 現價方面去到1.79 暫時就跌近超過1% 其實都留意到 昨天來說 這隻升得很厲害 怎麼看呢 是的 你說這些重型機械股 都是重量受惠 一個概念 就是第四季的機械投資力度加大 對於這些重型機械的需求 會有回升的跡象在這裏 這方面 其實整個板塊後市來說 都是比較樂觀 但是你說 如果大家買的 我覺得都做好風險管理 設置支站價 繼續向上網 整個技術走勢來說 我覺得 把支站價設置在之前的高位 一個六毫半 如果不跌穿一個六毫半 暫時來說 我覺得都不妨可以繼續持有 後市的目標 暫時看回兩個一毫這些水平 如果能夠成功反彈到上去 兩個一毫這個水平 我都建議先行獲利估出 因為始終 近期來說 由低位反彈的累積升幅 的確不算少 都接近80% 所以現階段 我也覺得做好風險管理 設置支站價 一個六毫半 後市來說 再上網回去兩個一 這些水平 不明白 好 有沒有其他問題 是 這個江西銅 是 19個半買 但是他都不太動 那是否應該走呢 好 今晚江西銅358 現價方面 去到20.8毫半 下跌是五仙 你怎樣處理好呢 我相信江西銅前景 都不需要太擔心 第一 銅價近期來說 沒有大幅上升 第一個原因 雖然有QE3這個幫助 但是始終銅價 和經濟環境等等的影響 會比較大 內地的經濟環境 一日未改善 銅價很難 有大幅上升 但始終我相信 你說未來中央都會 投放一些基建 投資等等 一個房屋的動工 即是說一些房地產的開發 意欲都會加大 因為始終見到樓市 有一個穩定的跡象 對同價來說 都有一個幫助 所以江西銅 我自己看回 未必說要太擔心 而且始終說 原材料等等的利膽因素 都開始逐步消化 所以後市來說 我自己看回 不會說太差 所以現階段 都建議可以繼續持有 看看股價的技術走勢 我自己看回 如果不跌穿之前的高位 20.3這些水平 我覺得仍然可以繼續持有 後市的目標 可以看回到22元這些位 才可以考慮股出 好 多謝李小姐的電話 先 很多電話 聽聽羅小姐 是 我想看第267 現在這些位 能否拿得過 267 中信貸富 現階方面10.22元 都先問回意見 我想 始終在說中信貸富 其實 公司自己做的 本身都是一些資源 跟特礦等等的 鋼鐵行業有關 看到近期來講 環球 市場都覺得 無論歐美市場也好 中國的市場也好 經濟環境有機會改善 這些股就自然受惠 會有一個反彈在 但是現階段再追 我就不太建議了 因為始終在說中信貸富 近期都傳出一些消息 包括鐵礦石項目 不斷延似 這方面對公司的盈利 都有壓力 相信未來公司的盈利能力方面 都未必會這麼快出現一個改善 近期來講 反彈都做了不少 你看回技術走勢來講 由之前的9元這些水平 反彈到目前10.22元這些水平 都見到反彈差不多接近了15% 技術走勢上的確不算太差 所以如果你想搏反彈 我都建議做好風險管理 可能可以在現階段要搏模仿 但設置一個止節位 在10元這些水平 如果不跌穿10元的話 我建議都可以搏反彈 看回11元這些水平 但是暫時來說 就不要太樂觀 因為始終公司基本因素 的確不算太理想 但是如果不跌穿10元的話 暫時來說都不算太差 好 多謝羅小姐電話先 我們先聽聽黎小姐 你好 主持你好 你好 是呀 龍湖地產我買了 11.78元 我見這兩隻升很多 龍湖地產 960元 是 好 你是11.78元左右入 是 好 現價方面 暫時升超過3% 13.12元 這一隻來講 今天升得不錯 我想整體現言 內房股近期來講 表現都非常好 第一就是見到 觀眾都發到聲明 見到樓市有個初步 見到控制的成效在 意味著其實未來來講 未必會有一些比較大型規模的措施 進一步調控樓市 而且見到最新的數據都見到 沒錯樓市的跌勢 有個存定的跡象在 另外都見到沒有進一步升溫 其實你說意味著 其實在內地有這麼大的剛性需求支持 內房的辦法會不會做得太差 包括龍湖地產都好 見到銷售數據做得非常之好 公司我相信今年來講 要達標 不是太過困難 而且公司在內房這個行業來講 負貸比率不算高 相信都會有利之後 再做更多拼購去發展 去加強自己的業務 所以前景上面都看得比較樂觀 所以如果我們看回技術走勢來講 目前來講都試著一些比較關鍵的阻力 我建議目前來講可以繼續持有 只要不跌穿之前12.6的水平 我自己看後續來講 我覺得可以到達14元的水平才考慮估出 多謝家庭觀眾打來的電話支持 也收到有好幾位朋友都發了電郵給我們 因為時間關係 會留在2點35分的有民必答環節 再解答家庭觀眾的電話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都是我們的直播環節 最後都做分申報了 剛剛談的股份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麻煩安娜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就等先啦